这个大块头赶着一群猛兽 以及四十万大军去攻打一座城 而城里只有八千人 这显然是一场脸牙之战 但离奇的是 四十万大军不但没攻下城 还被打残了 是谁这么厉害啊 守城的人叫刘秀 就是后来的东汉开国皇帝 可明明有这么历天的战绩 又是开国皇帝 刘秀在历史上却没什么存在感 就连在江南狗则的南宋皇帝赵构 都为他的致命度要高 即使跟自家的汉朝皇帝比 他的名气既不如高祖刘邦 也不如汉墨的刘备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刘秀的经历就跟他的名字一样 秀的一批 简直跟开挂的一样 刚才说的亏杨之战 就是他最秀的一次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刘秀为什么那么秀 刘秀叫这个名字也有些来历 他是南洋眷蔡阳县人 出生的那一年 他们县突然冒出一个异象 有一颗稻谷竟然长出了九株碎子 一般一根稻谷只长一株碎 稻谷抽碎开花成为秀 如果长出两株碎子就很厉害了 被看作是祥瑞 称为家和 一根稻长出两株碎就是祥瑞 长出九碎那还不立天了 所以他爹就给他起名为秀 予以庄稼丰收 在古代农业社会 庄稼收成好劫意味着百姓安定 天下太平 刘秀一出生就有这么大的祥瑞 可见他一开局注定的不平反 起了这么好的名字 刘秀倒是一点也不浪费 他特别喜欢种庄稼 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名字光环加持 遇上栽荒的时候 别人家颗粒无收 他种的粮食反而收成特别好 刘秀虽然是个农民 但却是正儿八经的皇室后代 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汉景帝 那他怎么沦为种田的呢 因为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 搞了个推延令 规定诸侯王除了嫡长子继承王位之外 其余的儿子也能分一块地 成为一个小诸侯 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分化诸侯王的地盘和势力 于是一代一代的推下去 老刘将到刘秀这一面 已经变成种田了 本来不出意外的话 刘秀会这么默默无闻下去 而且在他14岁那年 王莽创汉 建立新朝 刘秀就更没戏了 谁知道王莽一顿折腾 激起民变 一时天下大乱 刘秀的机会来了 竟然一步步的立起成了皇帝 按说这种传奇经历 历史上应该大数特殊 怎么没有一起大家关注呢 甚至没有后来相似经历的刘备有名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刘秀的对手不咋地 刘秀从农民变成皇帝 也经历过战场拼杀 但是吧 他碰到的对手都不太行 在王莽末年天下大乱的形势中 他碰到的大多是一些 刘秀草扣拼凑起来的军队 像什么铜马 高湖 铁径 上江 清毒这些人 听名字都很陌生 刘秀草扣没受过正国军事训练 打他们差不多就像 新手村任务一样 稍微有点实力的 比如农西的尾敖 巴蜀的公孙树 狼牙的张布 这些格局政权 还没得刘秀亲自出马了 就被部下一个个解决掉了 说起来 他遇到的最艰难的一场战斗 还是在刚起兵的时候 也是唯一碰到正贵中央军的那时 就是昆阳之战 刘秀出道不是一个人 还有他大哥刘衍在前面带头 当时刘衍正在攻打晚城 为了给刘衍补起后勤 刘秀带兵把周边的昆阳 定灵眼城给打下来 搅和粮草物质给大哥送去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宗士 叫刘璇 和刘秀同族 他们的爷爷是亲兄弟 这时候刘璇已经称帝了 自称璇汉改元更死 刘秀兄弟虽然不服 但无奈实力不够 只好接受调遣 打起汉朝旗号 对抗王猛的新军 王猛看汉军气势凶猛 赶紧调兵镇压 派了大师徒王荀 大司空王毅 带着号称百万 实际上也有四十多万的大军 杀向南洋 新军从长安方向过来 首先碰到的就是刘秀驻扎的昆阳 有人请王毅 说昆阳只是汉军的一小部分 这次行动的主要目标 还是要消灭汉军的阻力 也就是宛城那边的牛野 百万大军应该跳过昆阳 直接去攻打宛城 王毅其实也打算这么干 但一想到王莽就不敢绕过去了 为什么 因为王莽这人不地道 王毅以前平静过判断 但就因为没活着敌人 而被王莽一顿痛骂 王毅一想 这次要是碰到敌人不打 碰到城池不拿下来 最后就算打了胜仗 回去他也得找我的差 于是王毅就不敢绕过昆阳了 将百万大军压在牛秀面前 毕竟百万对几千 优势在我嘛 这次军队有多恐怖呢 首先光看数字 就已经是黑云压底 而王莽对这次出兵评判 还寄予厚望 特别请了63家军事理论专家 坐镇军中出谋划策 再有王莽喜欢搞心理战 他找了一个大块头 是个训兽师 专门训练了一群猛兽 赶着老虎 豹子 犀牛 大象什么的 随军壮士诸威 这次队伍一路走过来 加上前后的仪仗队 还有后勤物质 绵延的几百里路 可以说啊 这次出兵的圣诞场面 一直到汉末为止都没出现过 刘秀那边怎么样呢 他自己的人马 加上昆阳城里的 也就八九千人 听说王莽大军来了 昆阳城里人心惶惶 都吓得要逃跑 就只有刘秀脑子清醒 努力劝大家抱团抵抗 最后刘秀领着3000人干涉队 就按利风翻盘 战胜了几十万大军 而且王莽新军不仅被打跑 还损失惨重 主帅王循战士 王毅和其他将领轻装逃跑 丢下了粮草和武器装备 刘秀搬了几个月都帮不完 这么看 刘秀是个军事天才啊 在人数差别这么大的情况下 不但不害怕 还主动出击 在几十万人的军队里 去敌方上将首级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就是他秀的地方了 或者说他运气太好 古人说打仗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一般人战两个 一面就很大了 而刘秀呢 三个全战了 就在王猛大军 刚在宽阳城外驻扎下来 向城里疯狂施压的时候 天使来了 不啊 简直是外星人来了 当天晚上 突然下起流星雨 天降陨石精准打击 噼里啪啦的砸向新军大营 随着流星划过大气城 带来的冲击波 天上的云也变得吓人 就像一座山要砸下来一样 虽然新军被陨石砸到的伤亡不大 但士兵们看到这种诡异天象 吓得只哆嗦 完全没了斗志 相比之下 汉军反而士气大震 刘秀亲自率领人马冲杀出去 这时又有一路天神来帮忙 突然间狂风暴雨 河流倒灌 老虎豹子都吓傻了 新军军一下子军心大乱 惊慌失措 试图逃跑 结果引发踩踏 最后战死的 踩死的 砸死的 绵硬了三百里 淹死的也有好几万 你看 本来是一场苦战的昆杨之战 还没怎么打了 就先来一波天神之路 这谁扛得住 百万大军就这么 被三千人打得溃败了 其实呢 差不多是刘秀打了一半 老天爷帮着打了一半 所以后来才有人调侃说 刘秀是未面之子 牺牲他说老天选定的人 其实刘秀的军事数字并不差 但这种轻而易举的胜利 总让人觉得有点水分 人们一说起刘秀打仗呢 就说他是靠召唤天神和风雨雷电影的 比如五湖时期后照的石乐 心甘情愿地重复 像韩姓彭月那样 老老实实当个臣子 可要是遇到了光武帝刘秀 我绝对有信心跟他battlebattle 最后谁能针对天下 还不一定呢 石乐虽然距刘秀有两百多年了 但同样作为古代军事将领了 他对刘秀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 那对手不行 队友怎么样呢 刘秀手底下有一批人才 叫云台二十八将 跟唐太宗的林彦阁二十四工程差不多 但云台二十八将的实力也一般 总体水平还不如刘秀 刘秀每次派他们出征 自己都要坐镇中央指挥 有的人不听他指挥 往往就是一场败仗 然后刘秀只好亲自写信去指点 结果又能转败为胜 后来的曹职说 光武帝手下将领比不上韩姓和周博 谋士也比不上张良和陈平 可见他们的水平是大家公认的 就这么个朝台班子 最后是怎么夺得天下的呢 这跟刘秀身上的一个小八观有关 刘秀年轻的时候 在他二姐夫邓成家里 见到了邓家的一个表情 叫英丽华 当时英丽华才九岁 刘秀就心动了 后来刘秀到长安区上学 见到保卫京城的卫队执金吴 就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示范当作执金吴 娶妻当作英丽华 之后经过他姐夫家戳合 刘秀如愿娶了英丽华 当时不还有个玄悍政权吗 皇帝刘秀对刘秀兄弟很猜忌 先是将刘衍冤杀 然后盯着刘秀 看他有没有反心 刘秀连大气都不敢喘 只能继续隐忍装孙子 在刘秀手下窝了一段时间 刘秀的好友冯毅建议他 多结交朋友找门路 刘秀就装着跟平常一样 让刘秀放松警惕 最后终于被派去河北当安抚使 刘秀去河北的时候 就把英丽华送回了他老家 刘秀虽然放过了刘秀 但没给他一兵一卒 刘秀名义上是根死汉朝的大使 实际上就是个广感失利 勉强靠着自己的人格魅力 吸引了几个人追随 但刚到河北没多久 他又莫名其妙的成了通缉犯 为什么呢 原来自从刘邦建立了西汉之后 在河北就出现了好多牛姓子弟 这时候来了一个算命先生 他叫王郎 说这里是汉城帝的儿子刘子渝 在河北吸引了一大批姓牛的人追捧 他就登基成帝了 而刘秀是河南那个皇帝的使者 河北这边又有了新皇帝 还去招负谁 所以王郎悬赏十万要刘秀的脑袋 刘秀转眼就成了通缉犯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又有高人出现 指点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去信阳 刘秀到了信阳之后 靠着之前在昆阳大战的名气 吸引了不少人来追随 这里面就有后来被奉为云台二十八将的人 这下刘秀手里下也有好几万人了 总算有了和王郎较量的本钱 在双方僵持的过程中 刘秀为了扩大自己的阵营 想争取河北的曾丁王刘阳的支持 刘阳也正在这两人之间摇摆不定 为了能把刘阳拉拢过来 刘秀手下的谋侍出了个主意 要他娶刘阳的外甥女郭胜通 一开始刘秀一万个不愿意 毕竟他已经娶了最想娶的老婆 可经过大家龙翻劝说 最后他还是把郭胜通娶进了门 之后刘秀一路北伐送风顺水 才一年就称帝了 好 现在问题来了 这两个老婆谁当皇后呢 先不说这皇后的位置本来就抢手 光是谁做大谁做小就很难抉择 朝廷里河南河北两派朝成一团 刘秀也是左右为难 按他自己的想法 当然是想让英丽华当皇后 可河北这边的势力也不小啊 不能让他们心寒 再加上还有真令王刘阳的大军在那呢 到最后还是十大铁的英丽华 自己出面退让 请皇帝立郭胜通为皇后 理由是郭胜通生下的长子 而自己还没生下孩子 刘秀只好接受了他的词了 虽然郭胜通当了皇后 但刘秀心里还是更惦记英丽华 平时出去打仗 基本上都带着英丽华 把郭胜通留在家里独守空房 郭胜通心里又生气又委屈 只好对夏伦发脾气 动不动就给人脸色看 最后刘秀以郭胜通 由女货之风为由 就是说他像女字霍神军那样 嫉妒凶残 把他给废了 重新令英丽华为皇后 像这样一个浑身都是八卦的男人 为什么没有多少人去关注呢 因为写刘秀的后汉书啊 就不是个好平台 现在被官方认可的那本后汉书啊 是南北朝刘宋的范燕写的 而范燕和刘秀中间隔了差不多400年 中间不是没人写过东汉的历史啊 在东汉就有官方编辞的东光汉记 后来从三国时期到两晋时期 还有被称为八家后汉书的史学家 都写过东汉的历史 但这些后汉书啊都不行 没有一本被官方认可的 一直到南朝宋的范燕 下决心动笔写这部大作 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后汉书 而范燕的后汉书啊 还差点没传下来 因为范燕这人不好好写书 跑去跟刘宋的一个亲王刘义康造反 最后引来的杀生之祸 于是后汉书就因为作者战错队啊 被刘宋给尽了 到了南起的时候 史学家沈约对范燕各种打压诋毁 连载的后汉书啊也被隐藏了几十年 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 折个人留下了光芒 南北朝之后 到了隋唐时期 文化繁荣 又开始大量修史书 现在的二十四史里面 有八部都是在唐朝修的 唐朝人也很热衷于评论古代人 但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啊 都是开拓边疆和接纳外祖 在武功上 他们崇尚布教虎马多英山 在文化上 他们张开双臂拥抱全世界 而刘秀的气质啊 跟他们完全不搭 刘秀不喜欢打仗 差不多平静天下之后呢 他就让武将们回家种地去了 皇太子问他带兵打仗的时候 他拿孔子的话 君律之士 为之雪野来责备 就年西域诸国大老远的跑来 请求设立西域都护府 甚至送来王子当人质 他也就是把人家的王子给送回去 很委婉地拒绝对外作战 他不想拿自己的百姓 去搞开枪拓土 这个影响几代人的事 他是个挺厚道的人 东汉那些开过的工程 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 基本上都能有个好结局 比起刘邦和朱元璋 那种兔死狗喷的做法 比起来温和多了 人们虽然也会夸他 但也只有那么一句 光武帝是个好人 而好人啊 往往就容易成为 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 在这里国家方面 刘秀基本上也采用了 修养生息的那一套做法 不是给这免税 就是给那免租 他发布最多的诏数 是让那些奴婢 和给别人当小妾的人 可以恢复自由身 他一来不择他老板信 二来自古的方针 就照着前面的帝王来 制度上也没什么创新 走得完全是复制粘贴的路子 除了夸他一句 守城或者忠心之军 实在没有太多值得拿出来说的 他既没有气吞山河 开拓边疆的豪漫 也没有军臣之间互相猜忌 羡慕杀女的剧情 在他身上再怎么研究 也研究不出来什么 附黑帝王手段 或者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缺少戏剧性 这样的历史 读起来就比那些 跌宕起伏的故事无趣多了 太平日子总是容易 被人给忽略掉 不过现在 咱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看光武林刘秀 刘秀这辈子 好像一直都特别顺利 他年轻的时候 最大的愿望是 当官要当直径武 娶妻要娶英丽华 老天爷不光满足了 他这个愿望 还额外送了他一个皇位 每次碰到啥过不去的难关 总有老神仙 给他指引方向 或者干脆就是天降正义 一路扶植着他 登向皇帝宝座 这种经理体制 才让他这么秀 也正因为太秀了 跟开挂了一样 也让他少了几分英雄色彩 让看故事的后人 总觉得有些寡淡 但这么一个寡淡的皇帝 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 也许是一种幸运